大家好,歡迎來到弱電不斷電 監控設備大部分很多人都安裝在住家或者是公司 但是有許多人的場地很大 例如說工廠、農田或者是露營區等等 就有很多朋友在詢問 到底監控攝影機的線路可以拉多遠 如果太遠是否有其他解決方式 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分享 監控攝影機的線路究竟可以拉多遠 監控器 如果我們安裝的是網路型攝影機 那針對網路攝影機的訊號 在理論值上面我們可以傳輸大約100公尺 也就是一般家裡的網路線的傳輸網路訊號 最遠可以大概到大約100公尺 如果您要讓距離更遠 我們可以在我這段網路線的中間加上一台交換器 就可以再讓您的網路訊號延長大約100公尺 當然這個100公尺是理論值 現場環境以及您使用的網路線的品質 也會影響你的傳輸距離 所以建議80到90公尺才是最佳的網路傳輸距離 監視攝影機使用同軸電纜線 可以傳輸大約300米的距離 待會我們會實際實測給各位看 但是現在比較少人使用同軸線了 因為同軸線一條線只能傳輸一支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而且它的線比較粗也比較硬 如果我們使用在傳管上面就會有難度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人都採用網路線傳輸 監視攝影機如果使用網路線來傳輸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大約可以傳輸約300米的距離 待會我們也會實際去接300米的網路線實測 再跟各位分享 因為網路線是隨手可得 加上網路線一條線最多可以拉四支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而且它在拉線上面或者是穿管路都非常方便 所以現在有許多人都使用網路線去安裝攝影機 如果我們要安裝監控設備的場地很大 例如說我們要安裝在工廠、露營區或者是農場 我們的拉線距離可能超過兩三百米、三四百米 那我們該怎麼處理呢? 其實我們可以搭配TTI7的外銷專用的影像訊號放大器 就像這樣子 我們在攝影機端安裝一顆訊號的發射器 中間連接網路線 回到露營主機端的時候再接上訊號的一個接收器 用這個方式的話 最遠的距離可以傳輸大約六百公尺 好我們現在要測試影像訊號的距離部分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用測試螢幕跟我們的攝影機 那我們用測試螢幕把影像訊號接上去 然後影像訊號接來攝影機這邊 OK 接著呢我們再拉電源 電源的部分我們直接從測試螢幕這邊接電源 接給攝影機的電源上面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樣子的影像訊號出來之後 在測試螢幕的左下角這邊 會有寫著一個它的一個 目前的訊號的一個品質部分 它出現的話是數值是100 OK是100 那待會我們去測試攝影機比較長的線路的時候 它的數值會跑多少 我們現在來實際測試一條大約300米左右的網路線 接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看呈現出來的效果如何 首先我們這條網路線呢 拉出去之後拉了300米再回來 回到我們的測試螢幕這邊 然後這端是直接接上我們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然後我們攝影機的電源是直接用一顆電池去供給它電源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回來之後我們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都還是正常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螢幕的左下角那邊 我們的它的一個螢幕的影像訊號的一個數值的話是52 也就是說比剛剛一開始我們都沒有用長線下去接的時候的100 它的數字 數值已經少了一半 但是它所呈現起來的效果都還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現在使用了600米左右的網路線 下去傳輸攝影機的影像訊號 那我們來測試一下看它的影像效果如何 這條網路線拉出去接了600米的網路線之後再回來 接到我們傳輸器再進到我們的測試螢幕 OK 那這端跟剛剛一樣就接上我們的攝影機跟接上電池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測試螢幕上面的畫面有時候會抖動 而且畫質已經變得有點就是沒那麼銳利 甚至本來是彩色的現在已經變成黑白的 那我們再看一下測試螢幕的左下角 它的攝影機的影像訊號的數值 從剛剛300米的時候是50左右 現在的話剩下大概10上下 所以說它的影像訊號已經衰弱的非常嚴重 我們現在使用一條大概600多米的網路線 因為剛剛有試過影像訊號會變弱變差 甚至畫面變黑白的 那我們現在搭配上了一個影像訊號的放大器 OK 所以一樣我們這條影像訊號這條網路線有大約600多米 又回來到螢幕測試螢幕這邊的訊號放大器的一個接收器端 再接到我們的測試螢幕 然後一樣兩個接收器都要分別接電源 那我們攝影機一樣是用電池的方式供電 那我們接回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影像訊號 很正常 那它的影像訊號的一個數值的部分是59 大概在60左右 那跟我們剛剛測300米左右的時候差不多 那我們可以從這邊影像訊號放大器這邊 去調整我的訊號的強弱 甚至我可以接到第二接 第二接切下去之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的數值往上提升了 現在提升到大概80左右 OK 那我們還可以再讓它更強 更強的話我們再切過來 切過來之後它的數值現在馬上調成100 所以它可以從這裡去調整 我們放大的一個數值 以及可以從這裡去調整一些其他細節 像是亮度的部分都可以 那我們這樣就測試結果就是代表說 我們的影像訊號放大器去測試的話 大約600米左右的影像訊號都還能夠正常顯示 那我們針對今天的影片來做個重點整理 第一網路訊號可傳輸大約100公尺 可以加裝交換器延長距離 第二監視攝影機使用同軸線 影像訊號可傳輸大約300公尺 第三監視攝影機使用網路線 影像訊號可傳輸大約300公尺 一條網路線最多可以連接四支攝影機 第四可搭配影像訊號放大器 增強影像訊號的距離 如果您對TTIC外銷專用的 影像訊號放大器有興趣 歡迎至TTIC展示中心了解 也可點選我們下方的連結 到我們HQ7購物網站購買 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對我們的頻道的影片內容有興趣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幫我們按個讚 同時也請您訂閱分享我們的頻道 也別忘記要幫我們開啟小鈴薩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